字幕提供 嗨 这集 莫子用庐山真面目跟大家相见 其实庐山真面目 不是这个面目 各位的庐山真面目 也不是你们 照镜子的这个庐山真面目 真正的本来面目 是你们生命的本质 今天我们 很轻松的来 聊一下这个话题 聊生命的本质 既然是生命的本质 它就是我们 日常生活中 原本就在的东西 不是另外去追求一个东西 说到追求这件事情 在这里 想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我们人生的道路里面 我们 生下来就进入了一个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会追求很多的东西 不管怎么追求 它都是在故事里面发展 如果我们想找到生命的本质 它就不是在故事里面 所以其实 故事里面 你怎么追求 你都没办法找到这个生命的本质 但是 我们已经习惯在故事里面 如果我们没有先发出一个 想要追求的愿 这样的一个 目标 我们 往往就会 继续迷失在故事里面 我们继续过上 朝九晚五的生活 我们继续 我们的人生故事 我们继续生老病死 我们没有发出一个 意愿 要去 超越这个人生的故事 没有这个意愿 我们是没有办法 走出人生的故事 但是 所有的作为 偏偏又到达不了 人生故事之外 因为所有的作为 都在故事里面 所以即使你有了追求 离开故事的这个 心愿 想法 目标 你还是没办法达成这个目标 因为这个目标 并不在故事当中 所以 那我们要不要 先有一个意愿 这是肯定 我们 先不要说 所有的 意愿目标 其实都没办法达到 那我们就 马上把意愿放掉 我们先要有一个 强烈的意愿 抓住这个意愿 要离开 人生故事的意愿 有了这个意愿之后 我们牢牢的抓住它 等到这个意愿 超越所有的 目标 所有的想法 它凌驾于你人生所有的故事性 之上的时候 你就可以轻松的把这个意愿放开 所以这个意愿很重要 我们不要忽视这个意愿 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 我们的生命本质 其实 就在 我们生命的此时此刻当中 我们也一直活在生命的本质里面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它 其实只是 很单纯的 被故事性遮蔽了我们 我们 我们只要把 眼前的故事性 稍微 摆放在旁边 一下下 我们就能看见生命的本质 我们之前就聊过 生命的本质 其实就在 所有现象的 边边 它就在边边而已 因为 生命本质 无限宽华 而我们注意的 其实只是 眼前故事性的 某一个点 我们专注在 某一个点上面 我们一放掉那个点 发现 整个边边 都是生命的本质 都是这片海洋 所以要见到 生命的本质 并不困难 在这边 稍微说明一下 我们如果要去区分 见到生命的本质 跟被生命的本质 吞没 这是不是两件事情 它的确是两个层次 所以先见到生命的本质 然后 我们常常安住在生命的本质 就有机会 被生命的本质 吞没 我们就会融入 生命的本质的深处 这个叫做 登出开悟 那我们见到生命的本质 算不算登出开悟呢 这个其实 没有一个定论 不需要去太过强烈的去界定 因为你见到生命的本质 你也是碰到这片海洋 你沉入 很深的生命本质 你也是 接触的这片海洋 所以其实它完全没有分别 所以我们平常也不用太过去分别 这两者的差别 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 跳脱故事性 安住在生命的本质 有人说 安住在生命的本质 登出开悟 就会狂喜 就会狂喜 他是一种狂喜 其实 我现在要把 狂喜 跟登出开悟 做一个很明显的区别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很多人会把 狂喜的感受 觉受 当成是登出开悟 误认为那个就是生命的本质 其实那是不一样的 在我们 安定下来 或者打坐静坐 进入了一个很安定的境界 我们 所能看到的目标 它是一片 非常 庞大的宁静 这时候我们很容易 就升起一种 与宇宙合一的感受 这个也牵涉到我们身体气脉的一个运作 当我们中脉 打通的时候 会感觉我们跟宇宙完全合而为一 而产生一种 非常 美妙的感受 我们会把它称为狂喜 这种狂喜的感觉 其实跟 登出开悟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有说过 登出开悟 它是 能觉察 跟所觉察 的界限不存在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完全 跟 我们生命的本质 没有界限 我们跟 整个宇宙万事万物 也完全没有界限 这时候 我 完全消失了 因为当你有一个 能觉察 一个所觉察的对象的时候 你就有了自我 它就不是无我 真正的登出开悟 它是一种 无我的 在这种状态下面 我们 就是生命的本质 无恶无别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狂喜的存在 狂喜 它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个觉受 一个感受 我们看到这个 非常美妙的感受 这时候我们看到它 我们就觉得 我们 登出开悟了 但是 其实 它是两个 完全 不同的东西 因为你有 能觉的 跟所觉的对象 所以不管所觉对象是什么 它都只是一个故事 它都只是 人间的一个情节 这个我们要分得非常清楚 所以 在 登出开悟的时候 掉进很深的这个 生命的本质 的海洋里面 你不会感觉到海洋 你也不会感觉到有任何的 觉受 那个觉受 是不存在的 因为当它一存在 你就有能觉跟所觉 你就分裂了 你就不是真正的合一 我之前有谈过 如果有登出开悟经验之后 会回到 这个世界来 我们从 能觉跟所觉没有分别的时候 又产生了分别 这时候世界又跑出来 但我们会说 登出开悟的人 他有什么不同 其实 没有所谓登出开悟的人 因为 人 是一个虚构的 人并不存在 自我也是一个虚构 他并不存在 这个虚构的东西形成了我们的个体 以及个体跟世界 都产生在这里 这个 被觉察的对象 他很简单 他就是被觉察的对象 我们登出开悟之后 回到这个世界 我们就强烈的站在 觉察的这一边 觉察的世界 他的存在 世界跟我们有一定的距离 这时候 觉察到的这个世界 以及我们自己的人格 还有身体等等 这个人的部分 这个自己的部分 也存在着 但是 这一切都跟这个 如如不动的 本体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一切 只是被我们觉察的对象 所以 这个部分 你说 这个角色 他是个开悟的人 其实 他并没有开悟 角色 只是 我们用很多的信念 组合成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是被我们所觉察的 所以他不可能会开悟 开悟是体会到 你并不是这个东西 所以有人会觉得 开悟之后 人会表现出 一种 狂喜 喜悦的状态 然后 大家都看到 这是一个开悟的人 因为他 活在 狂喜里面 其实 不管是这个人 还有感受等等 都只是被觉察的对象 他跟开悟 并没有关系 我们如果错吧 这些东西当成 一个开悟的指标 那我们就会错过 真正的开悟 开悟 登出之后 只是单纯 回到生命的本质 我们的觉察 在这个上面 我们安住着 至于我们 原来的人格 原来的 这个角色 他有原来的习性存在 他仍然表现出 原来 会有的一些 东西 只是 他不会去抓住这些东西 所以 显现出来 他会比较薄弱 不会那么强烈 你 如果骂他 他可能也会生气 生气是因为这个角色 原有的 一种习性 但是他看着 自己生气 那个生气 一下子就没了 或者很微小 只是这样子 习气还在 所以你看到 一个人 他有着喜怒哀乐 有着 平常 人生 应有的一些 情绪的展现 或者有感情 或者 对某一些东西 有喜好 有执着 他是不是 就没有开悟 其实 你完全看不出来 也不需要去界定 因为 开悟的根本 不是这个角色 这集我们很轻松的去聊这些 登出开悟的话题 正好是在 没有面具的这个 一集里面 感觉上 是一种 赤裸裸呈现 如山真面目的一个 情形 我们就来聊 真正的如山真面目 这集会显得 很没有结构性 其实 反而是这种 没有结构性的 聊天 他 会带领你 去 契录 这个 本来就 没有 解释的 状态 虽然这集不是一个引导 不是形式上的引导 但是他也是一种 无形中的引导 现在我安住在 比较深的 觉察 用更轻松 更自然的方式 跟各位 继续聊一聊 生命的本质 它遍满着 整个虚空 其实说整个虚空 你眼睛看到的 你能接触到的一切 都在你的意识里面 所以一切 你所见所闻 只是你的意识而已 没有其他 而生命的本质 也就是你意识的本身 各位你们现在看着 这一切 就是生命的本质 你看到了生命的本质 你听到生命的本质 接触到生命的本质 问题只在 如果你去解释 这一切的时候 你就错过了它 因为你把它 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 比如说 你解释 你现在看着YouTube 看着墨子 当你做这个解释的时候 你就错过了 你看到了生命的本质 你把 见到的生命本质 用墨子 用YouTube 来代替了 各位有没有听得很清楚 所以其实我们 要找到 生命的本质 非常非常的容易 就在这个当下 此时此刻 你所接触到的 一切都是生命的本质 完全没有分别 各位 能够找到生命的本质 然后你就安住在 生命的本质上 轻松的待着 很容易的 你就会有机会 被整个生命的本质 吞没 其实 一点困难都没有 困难是你解释出来的 并不是它真的困难 但是你能找到生命的本质 这个 有可能 会被故事性所掩盖 所以你 会觉得不容易 去发现 其实 你看到什么都是生命的本质 完全没有不容易这回事 所以我们谈的不解释 其实不是说 硬要去 对眼前的 看到的 不去解释 而是 轻松的 放松 让解释 自然的脱落 解释自然的脱落 你就会安住在生命的本质 今天 花了一点点时间 跟各位 闲聊 生命的本质 各位 如果能够感受到一点点 你就安住在这一点点上面 它会 成片 它会淹没你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